今日,距离亚的局势稍有缓和,美国再次把注意力,转到了伊朗身上,先是发生在伊朗阅兵式上的恐怖袭击事件,造成了25名伊朗人死亡。 伊朗愤怒不已,指责美国及其中东的盟友,应该对此事负责。 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,但是以美国和中东地区各支恐怖组织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来看,此事美国确实脱不了干系。 随后,在第七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上,特朗普接连向伊朗开火,抨击伊朗的所作所为,造成了中东地区的不稳定,并且扬连在11月份的石油制裁之后,还会继续追加更制裁。 此话一出,别说伊朗不愿意,当时参会的所有国家,几乎清一色的反对特朗普的这个想法,除了几个一直支持伊朗的国家以外,英法德三个欧洲大国,作为美国的盟友,也坚定的站在伊朗身后向美国说不。 除此以外,英法德三国在联大期间跟中俄进行会晤,五国军事伊核协议缔约国,会晤达成了高度共识,表示会继续维护伊核协议,并且会出台相关政策,帮助伊朗应对即将到来的关于石油方面的制裁。 这次欧洲三国波文给力,很快就建立了一个,可以绕开美国的交易通道,可以使欧盟不用使用美元,就可以采购伊朗石油,并且第三方也可以使用。 可见,在巨大的利益和威慑面前,欧洲对伊朗的帮助还是非常走心的,所谓利益,是在伊核协议达成后,欧洲各国开始加大跟伊朗的投资合作。 虽然只有短短几年时间,伊朗仍然成为了欧洲在海外最核心的利益之一,所谓的威慑,则是在于伊核协议。 如果欧洲三国退出协议,那么就意味着伊朗将会毫无约束,势必会加快核武研发进程,一旦拥有核武器,对欧洲的威慑力无言而喻。 所以,不论美国如何违逼利益,欧洲三国的态度一直非常坚定,就是死保核协议。 然而近期三国里却出现了一个叛徒,这个国家就是法国。 在本月二日,法国宣布动结伊朗情报机构的资产。 原因是,伊朗曾在六月份对巴黎的伊朗反对派组织发动袭击未遂。 这种做法在美国眼里就是制裁。 同时法国防长当天在跟美国防长的会晤中表示,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是个威胁。 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需要高度关注,并且表示伊核协议不完美,应该继续谈判。 达成一个更大的框架协议。 不仅要限制核武器,还要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。 这个想法可以说跟美国一样,有点无理取闹的意思。 这意味着法国很有可能效仿美国,退出核协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